提到网络特工,你会想到什么? 2013年时,中情局的前特工斯诺登向世人公开了美国针对全世界展开的一项监听行动,冷静计划 这计划一曝光不仅是美国失去了世界大国的威严 也让互联网隐私从此成为了历史 然而,历经冷静门后的美国却没有一丝愧疚 反而光明正大的搞起了情报收集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我是小强哥 据安在新媒体的披露,美国2022年时 仅用30天时间便窃取了全球互联网数据多达970亿条 电话记录更是超过1240亿条 要知道全球约有76亿人,而其中能够上网的约有50亿人 如此换算下来,每位网民约有20条隐私讯息被美方窃走 这一数据在电话记录方面更加惊人 因为全球使用智能手机的人数仅占51% 具体来说有40亿人左右 但美方所窃取的电话记录高达1240亿条 分摊到个人就变成惊人的31条 这意味着全球每个人每天至少有一则通话记录 会被美国接收到 如此看来,美国这一次窃网行动几乎涵盖了全球每一个人 让人大受震撼 而说到如此惊世之举的始作俑者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美国的一个神秘的部门 接入技术行动处,简称TAO 这个TAO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们又是如何窃取如此庞大数据的 一切还要从1997年说起 TAO的前身是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的一家网络站情报收集单位 这个单位起初并没有特定的名称 就像是特工电影中所说的《无名士》 直至21世纪来临 它才被赋予了现在的大名 接入技术行动处 这个名字听着虽然简单 可所做的事情却并不简单 只因TAO手上有一个十分神秘且强大的武器 无界线人 简单来说 无界线人是一个全球大数据可视化平台 它会不断的抓取互联网大数据 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类汇总 然后将其推送给TAO的具体情报分析部门 最终这些繁多且复杂的大数据 经过无界线人和分析人员的解析 就会变成一条条干货 并为美当局所用 帮助美方在国际交锋中取得信息优势 可谓美国的鹰眼一般 咱们之前提过的 美国在30天内窃取全球互联网数据 多达970一条 电话记录超过1240一条 便正是这一平台汇总的杰作 然而TAO的本事还远不止于此 这还得从它的下设部门说起 TAO根据分工 分别下设了5个分支 结构与如今的商业公司相似 其中最大的是远程作战中心 简称ROC 该中心共有雇员600人 占据了TAO的在策人数5分之3 可见它的重要性 远程作战中心 直接负责情报的汇总和解析 必要时候也包括情报的使用 比如一些窃取而来的账号密码 在这里便会被当作 破解敌方秘密的钥匙使用 这使得ROC在TAO中的角色 就好比一个公司的董事会 一切收集来的讯息都会汇总于此 而TAO的一切行动决策 也将会从此处发出 是一个极为核心的部门 至于这些情报的来源 以及相关行动的执行 则就要说到TAO的第二部门 数据网络技术分布 简称DNT 正是一个属于黑客的天堂 专门研讨开发网络攻击 与窃取情报的技术 该部门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作战中心提供全方位的情报 DNT的存在就像公司中的市场部 他们不仅要收集市场讯息 还要按照上级意思开拓市场 并最终完成TAO公司的创收 可以说是TAO的耳朵和手脚 但市场部在进行工作时 也需要相应的设备和软件支持 正如我国古话所言 宝刀配英雄 刀撞英雄器 这些美方爪牙虽不是什么英雄 但对这一道理的理解还算透彻 所以他们也有一个部门 专门负责硬件和软件的研发 使情报的收集变得更加轻松快捷 而这便是电信网络技术分布 TNT 也就是公司中的研发部 专门从事技术工具的研发 而有了保健后 每日的器械维护 那也是不可或缺的 于是TAO又设立了 任务基础设施分布MIT 该部门专门负责 软件和硬件的维护 其中也包括信息来源渠道的维护 比如线人关系的梳理等 MIT的存在 类似于今日各大公司的运维部 不仅要负责日常运营工作 更要对运营渠道进行维护 是个彻头彻尾的幕后部门 除去以上几个实用部门后 为了配合美国本土 冗杂且繁多的情报部门行动 TAO又成立了远程访问行动分布 ATO 这个部门的存在有几分趣味性 它类似于公司的外联部 专门负责与CIA FBI这些情报调查机构协同 即进行合作协商 情报交换共享 以及技术交流等 也正是这个部门的存在 使得TAO获取到的情报 能够在美本土完成分流 归属到各自应在的分类归属中 TAO的部门分工提起来虽然有些简单 甚至还不如当今的一些公司复杂 但这却是2000年的产物 而且针对的还是互联网 那时不少国家的互联网 甚至都还没有普及 可TAO却早已设想到了 至少未来20年的互联网布局 实在令人震惊 堪称一声网络特工鼻祖 当然 TAO在网络攻击的布局 不仅明确 而且还很高明 首先 这一明确是双关的 不仅指部门分工明确 还代表着该部门的针对明确 TAO的前身出现在1997年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年代 在这一年里 俄罗斯互联网发展迎来了巅峰 开始出现了第一批互联网巨头 而与之避邻的中国 也在这一年完成了互联网启蒙 不仅各大城市出现了首批私人网狱 国家更是组建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使得互联网的发展走向正轨 因此 TAO的出现 让人不得不伸出一些猜想 会不会是针对大国情报而来 事实也确实如此 美国国家安全局抓住了各国 还未开展网络安全防御的漏洞 在这一时期 对各国网络信息展开了大肆掠夺 尤其是国防部署 核设施分布 以及科研机密等重要信息 根据冷静门事件的披露 仅在2011一年的时间内 美国国家安全局就让属下 TAO实施了至少231次网络攻击行动 攻击行动的主要目标 包括中国 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等国家 而且随着美国当局对网络攻势资金的投入 TAO对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国 进攻将会逐年递增 甚至发展到美日接战的地步 而之前所提及的数据 也正是来源于这一系列的进攻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 TAO的进攻把握时机恰到好处 其手段也是堪称高明 针对互联网的特殊性 TAO获取情报的手段 用一个词形容软硬兼施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软 正如其名 软指的就是软件方面的手段 TAO在软件攻击方面 最具代表的就是量子平台 量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网络攻击平台 它主要针对国家级网络通信 进行中间劫持 以实施漏洞利用 通信操控 情报窃取等一系列复杂网络攻击 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官方机密文档内容显示 量子攻击可以劫持全世界任意地区网上用户的 正常网页浏览流量 并且可以远程植入后门程序 而且根据攻击模式的不同 量子又具体划分为量子注入 量子傀儡 量子饼干 以及量子幻影等数十种模式 而且这一数量随着科技研发 还将不断的进化 令人后背发凉 除去量子平台外 TAO的另一套系统就是无界线人 这有点类似于一个大型的数据汇总平台 相当于手机自带的文件助手 最早由斯诺登爆料而出 可以说量子平台和无界线人平台 共同组成了TAO强大的软件手段 虽说都是敌对 但不得不说确实具有划时代意义 而除去了软件设施外 TAO的硬件手段也是令人发指的 该技术代号为糖果电报 这个名字有几分童话色彩 但其实际意义却与童话没有半分关联 倒是有些糖衣炮弹的味道 因为该手段具体来说就是一种伪基站技术 TAO通过架设这种特制基站 使得其覆盖范围内的手机几乎没有隐私可言 基站的劫持技术 会让TAO直接获得手机内存讯息与操控权 让人防不胜防 除此之外 TAO还曾开发过一塔多元化的间谍芯片 据某德国新闻杂志的披露 该芯片可以植入到任何硬件中 如手机 汽车 甚至是电器 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 以上诸物都可以连接互联网 而TAO便能借此让这些物件都变成它的耳目 进一步扩大情报收集的范围 可谓是无孔不入 而令人更为震惊的是 TAO甚至还将这些情报讯息 共享给五眼联盟为首的朱盟国 让联盟国相机行事 由此造就了不少国际乱象 比如知名的震网事件 2010年时 美国向盟友提供了震网病毒 以及伊朗网络漏洞 让对方向伊朗的核设施 发动了网络虚拟攻击 在这场虚拟风暴下 伊朗核设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近1000台离心机陷入了瘫痪 根据伊朗当局的推算 这导致了伊朗核试验近9个月的停止 外媒甚至评论 阵网的毁灭性 并不亚于美国直接发射的战斧导弹 这不仅给世界敲了一记警钟 更是给中国上了一课 由此也开启了我国的网络防御发展 说到这里 我们不难看出TAO的阴险毒辣 更不难看出美国的狼子野心 我们应该以此不断告诫自己 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将会愈演愈烈 互联网战场 因为互联网已经走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网购、外卖、网上诊断 以及网络游戏等 如此强大的互联网渗透能力 也使得人们会逐渐离不开互联网 而随着这种依赖的形成 人们的私人信息 也将会在互联网端渐渐清晰 直至完整无疑 这在网络安全的时代或许是好事 但在网络安全被攻破时 那对于个人必然是灭顶之灾 由此来看 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 要时刻保证个人信息 在网络中的公开率 更要注意个人网络隐私的保护 切勿点击陌生敏感的境外网站 不要回复陌生的邮件 更不要接听境外莫名的来电 否则身在北美洲的某位特工 就可以与你一起共看小电影 又或是与你一起和别人聊天 这一切都很可能发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